师父啊,这个图灯,达尔吉,上师 他给我起的法号叫做图灯,自如 什么是图灯啊? 吐灯,吐,吐出来的吐,灯 这个灯上去的灯,自如,自在如如 图灯的意思就是施交 图灯两个字啊,就是施交,施交摩尼佛 自如,就是施交佛陀,自由自在,如如不动 这个就是图灯自如的意思 师父呢,师父叫做图灯达尔吉 这就是施交摩尼佛弘扬佛法 达尔吉,就是弘扬佛法 达尔吉,就是弘扬佛法 图灯,就是施交摩尼佛弘扬佛法 或者是,施交摩尼佛自自如如不动 这个重点在这里 这个重点在这里 寄贪行是凡夫的行为 但是呢,他是自自自自如如而不动的 凡夫的行为 就是佛行凡夫的事 单单这三个字 这法味就非常的深 这个有些人是不明白的 明白的还是明白 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 那么明白的 讲给不明白的听 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 我还是明白的 你们还是不明白的 你们有一天明白了 但是你还是不能自主 还是不明白 有一部电影里面写着 那个人他讲一句话 每天都在讲 哎呀我明白了 每天都喊 哎呀我明白了 等他明白的时候 他已经 头脑有问题 要做一个明白人 这世界上的人 很难有明白的人 很难找得到明白的人 我的弟子也不明白我 我行那很多行 他们也不明白 那既然不明白 我怎么教 我在教你 你还是不明白 到最后呢 我们只能够跳这个三根器 就是有大根器的才可以教 这是祭财型 那些小根器的 你教他这个 你会给他骂死 他不明白的 我明白的 你们不明白的 讲来讲来讲器 都是到底明白不明白 越来越浮屠 这一段呢 很清楚 讲三圣 三圣 从开始小圣 到最后密圣 在虚空中 献起的彩虹 佛陀的圣教 佛陀的这个教理 就是要到达西空 不是要你看彩虹 彩虹是会变化的 会消失的 西空是永远不动的 你明白了西空 你就进入佛性 你起得不动 你再显现彩虹 今天就谈到这里 Om Mane Bémi Ho